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地道的台湾人 因编赚台湾通史留名 而连恒的独子连振东 也就是连战的老爸 同样生在台湾 1931年 从日本应庆大学毕业回台的连振东 在父亲的书信托付下 北上投考了张继 跟着他去到西安任职西京筹备委员会 两年后 连恒带着一家老小搬迁到了上海 用后来人的话说 他这是审时夺势 做两手打算 1936年6月28日 十年58岁的连恒因肝癌去世 弥留之际 他为儿媳妇肚子里即将出生的婴孩去名战 旨在中日必有一战 有期待克敌制胜 重整家园之寓意 两个月后 连战在西安出生 至此 连家其实也不过是在战争年代里最寻常普通人家 风雨飘摇 前途未步 但二战后的走势 彻底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当时结束日本统治的台湾急需熟悉本地形况的官员回去接管 而先赴连恒撰写的台湾同史 冥冥中助力了连振东 他被委认为台北州接收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 正式接管军政事务 1945年 连振东先行一步回到故乡台湾 隔年 太太赵兰坤带着已经十岁的儿子连战来跟他团聚 后来几年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已经知晓 成为接管大员的连振东 比大批因兵败溃逃的官员 占据了更加天使地利人和的优势 再加上他的官员恒通 从首任台北县县长做到内政部部长 过程中有太多年 台湾的土地资源分配尽在他的执笔之间 这里面的门道自然惹人遐想 再加上太太赵兰坤擅长理财的经济头脑 在期间运筹帷幄 伴随着战后经济起飞的浪潮 连家这么一个公务员家庭 却积攒了令商户巨股都望尘莫及的财富 连家的家财万贯也成为了坊间拿来攻击连战 乃至他儿子连胜文的焦点 但是连家有钱到天天盯着的台媒 实至如今都没搞清楚他们的家财万贯到底有多少 曾在2015年胡润百富榜以及311亿新台币的身价 将连战列入榜单 结果很快遭到了连家抗议提告 随即立马安排道歉出名 当时胡润解释高估的原因是 错误计算了台北的房价 但要知道 早在1993年 古布斯杂志就根据连战当年的财务申报 推算出了他11亿美金 约合300亿新台币的身价 时过境迁 如今的连家到底有多少钱 没人知道 就像文章里对连家子女的公司工作都一笔带过一样 一是因为他们平日里光靠收租 各种股票就早已赚到盆满钵满 二是他们名下的公司复杂程度 连死盯着的政敌们都没彻底摸得清楚 要知道 这已经是连战母亲赵兰坤将大部分土地 换成银行和大企业股票后剩余的房产数量了 依旧多到惊人 并且基本都在台北市的最核心地段 连战夫妇住在大安区的知名老牌豪宅一品大厦 邻居们全部非富即贵 包括汤城集团的徐峰 青光金控的吴东进 还有费玉清 余成庆等等 都曾是这里的住户 而长女连慧欣的房产 则是上面表格里写的 天母东路45号 还有离一品大厦很近的 位于仁爱路四段的碧莎 据台媒报道 连慧欣还有一套在美国纽约 Trump Palace的公寓 弟弟连胜文求学时也曾住过 连胜文跟蔡一山结婚后 一开始租住在了离一品大厦很近的另一栋大楼里 而房主取名正是一场上康熙的取瑞家的爸爸 他自嘲靠自己买不起东去的房子 所以老爸相当贴心直接赠予 2010年连胜文花了4.6亿新台币 给两个儿子一人买了一户地宝的豪宅 也就是小S住的那个地宝 所以现在连胜文一家住在地宝 和小S当邻居 至于弟弟连胜文 他跟陆永家没搬去地宝 而是住进了更新更好的元大伯月 其实元大伯月这套本来是连战 买来送给小女儿连永心的 但正如前文所说 兄妹俩感情很好 妹妹便让给了哥哥一家 自己跟老公Marcel还是住在一品大厦 离娘家更近 倾诉完连家的这么多套房产 不禁感慨 但用政治思维去看待这个家族 显然远远不够 毕竟从连镇东已被开始积累的风营财富 早已让普通政客望尘莫及 但即便如此 连家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权贵 即使连胜文还在府人读大学时 就开宝世界四处招摇 甚至于她的两个儿子 在四岁和六岁时 就已经有了价值千万的股票 好 话题抽远了 总之连家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富贵家族 所以连战升为连镇东的独子 没有兄弟姐妹 是众多评论员口中 占尽名利富贵的天选之子 什么都有了 人生道路一帆风顺 她爸一路加关尽绝 她则好好读书 成功中学 师大附中 台大政治系 又去到芝加哥大学 读了国际工法与外交的硕士 和政治学的博士 走得完全是别人家孩子的完美路线 已是在美国 她结识了后来的太太方雨 方雨出身书香门第 父亲方生衡是麻省理工的博士 母亲汪基贤则毕业于金陵大学 来台北后一直任教高中 而她自己也接受高等教育 在台大修读的是植物病种害学本科 因为长相身高接触中 方雨在大三那年受同学怂恿 跑去参加了中国小姐选美 没想到直接一举多亏 后来她被派往加州长滩进行国际比赛 也是在那个途中邂逅了连战 不过很多报道的说法是 早在她选美之际 就已经被身居高位的林郑父母乡中 才会极力撮合在美国的儿子多多接触 初出相识 两个年轻人门当互对 志同道合 感情迅速升温 但伴随着选美结束 方雨回到台湾继续求学 林郑还在美国读着她的博士课程 只能隔着大洋彼岸靠红颜传输来维系这段关系 彼时连家充满政治色彩的背景 并不被知识分子出身的方家欣赏 方父方母一度阻止女儿回信 来企图棒打鸳鸯 不过连战的心意比任何人以为的都坚决 人在异国他乡 接不到恋人回信的他 竟然就不过路途遥远 大非周章地辗转回到台湾 只为说服方家二老放心把女儿下嫁给他 正是靠着骨子死缠烂打的劲 加上连家父母上门提亲 方雨自己也安心方许 才最终定下了这门婚事 1964年2月 大四即将毕业的方雨和还没拿到博士学位的连战 在台北原生饭店先行完成订婚 订婚后连战先行赶回美国完成学业 而方雨也在大学毕业后继续赴美深造 1965年9月5日 趁着连战博士毕业和正式开始工作的间隙 两人在芝加哥大学邦德教堂完成了终身大事 婚后方雨冠上夫妻 就连求学地图也跟着连战 从威斯康星转到明尼苏达 最后获得了康涅迪格大学的生化硕士 1968年连战结束在美国大学里的任教 回来担任了台大政治系教授兼主任 在台大待了六年之后 连战跟随父亲的步伐正式迈入政坛 走的是顺风顺水 也难怪外人会夸赞连战的命好 除了没有最后临门一脚的那个运 他真的名利富贵战齐了 家事 财富 美妻 别人渴求的一切 他都有了 甚至连后代都知凡夜貌 他跟连方雨剩下了两儿两女 连慧心 连圣文 连圣武 连永心 在外界看来 夫妻来的感情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好 当然 关于这所谓的恩爱 都是政治作秀的说法也从未间断 04年选举激战震撼之时 对方阵营搞来了大女儿连慧心 高中时期跟友人通的信件 指责连战所谓爱妻的形象都是假的 实际上在背后打老婆 连女儿都受不了她 信中还写尽了连方雨为了孩子 为了财产 勉强不离婚的无奈 此后 坊间关于连战人面兽心 家暴打老婆的新闻就这么传开了 就算连方雨一度开记者会造谣 也没人相信 没办法 这或许就是政治世家的宿命 无论真假 过往的一切都会被无限放大 但要说连战跟太太早就没了感情 确认是伪装 真的也不尽其然 正如文章开头 老两口一把年纪上街被偷拍 还是始终手牵手 怎么可能都是作秀呢 还有曾经写进书里的真情实感 看得出文化素养蛮深 回看这些年 连方雨为了这个家 为了丈夫 为了子女 真的放弃牺牲了很多 那么在连方雨的细心照顾下 一出生就在罗马的连家四子女 又都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